两位大姐大宁静,伊能静在《乘风破浪》的姐姐人气和排名为何相差巨大? 宁静和伊能静都是娱乐圈内大姐大吉女明星,这次两位都参加了《乘风破浪》的姐姐,然而排名和人气却截然不同,均出道多年。 在影视界方面,宁静是获得过金桀奖和百花奖双料影后的,这在《乘风破浪》的姐姐所有姐姐里面是独一无二的。 伊能静只是提名过金马奖最佳女主角,所以影视方面伊能静是不能和宁静相提并论,而在音乐界伊能静的咖位就宁静了,伊能静很早就组过女子团体组合,名称叫《非音三数》,伊能静还当过中国打人秀这样大型综艺节目的品位,且在音乐方面有着不俗的创作才华,包括春泥这样的佳作填词都是由她完成。 总结,从宁静和伊能静两位大姐大级别的姐姐咖位,热度、人设全面分析下来,宁静人气和排名都远高于伊能静就不足为奇了。